任何的恐嚇的言論與行為 這是為社會還有我們大眾所不容的 院長怎麼看林北好友被恐嚇 發現是國民黨黨攻擊粉專板主在自導自演 炒作進口但議題是否不恰當 我們捍衛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也不容許任何的恐嚇的言論與行為 這是為社會還有我們大眾所不容的 那我們也希望有心人士決定不要以身釋法 對於事情的論證我相信很重要的就是要看理性來討論 而且不要捕風捉影 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有確實的市政才來做論證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維護社會的安全和安定 我在這裡也希望司法單位能夠繼續的調查 讓相關的事件都能夠盡早的釐清 來讓民心能夠安定下來 至於這個雞蛋的問題的話 經過了中央地方的聯合機查 我們發現都沒有問題 而且呢 衛福部的食藥署呢 也已經精進了雞蛋的原料產地的這個標示的問題 我們會盡可能的來做盡最大的努力 來做好這個實案的問題來做把關 希望國人能夠安心 院長怎麼看高檢署分案調查國民黨立委馬文君以外洩潛艦資料 朝外換罪方向調查 國建國造是我國國防自主很重要的關鍵 我希望我們朝野的各黨團都能夠支持國防自主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讓我們努力來捍衛台灣的主權自由民主 也讓台灣大家能夠生活在安定 而且呢 讓國防的自主能力能夠加強